这是一种拥有不死之身的外星生物 子弹射击完全没有任何的伤害 哪怕是用几十吨的卡车把他们压扁 可过不了一会又能够恢复如初 在未来人类已经进驻了许多不同的星球 其中一颗星球则是用于关押囚犯的 被关在这的囚犯一旦逃离监狱就会缺氧而死 他们被政府要求在这开发一种名为西格的能源 小小一颗就够他们用上一整年 可是好景不长 进去洞里勘探能源的囚犯们竟然全部死掉 他们身上满是粘液像是被什么未知生物袭击了一般 因此监狱便派出部队前去洞内搜寻生还者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事发地点 由机器人打头阵一步步往洞内进行勘探 刚刚进入洞穴不久就看到了许多队友用过的弹壳以及大量的血迹 再往内探索遇到了分岔路 救援队便因此一分为二 吉姆所在的小队很快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这里就像是某种生物的潮雪一般 他们小心翼翼地继续向前进 不久后就看到了他们要找的人 不过这些人此刻已经肢体残缺和粪便混杂在一起了 连在吉姆身上的无人机突然不受控制地向前飞行 一路拖着吉姆穿过粪便飞速地向内部移动 好不容易拆掉了和无人机的连接装置 可在惯性的作用下却让他掉到一个大洞里面 幸运的是吉姆并没有摔死在这里 他打开灯发现自己身后就是这么一坨混杂着人类的粪便 突然看到有一个人的身体似乎还比较完整 于是他用尽全力把他从粪便里拖了出来 原来这坨粪便的主人正在他们头顶上睡觉 一旦吵醒这外星生物必定难逃一死 吉姆在粪便堆里面找到了另一架无人机 于是他们便把无人机扔出去呼叫队友过来救援 在他们等了两个小时后队友们终于找了过来 吉姆冒着吵醒外星生物的风险大喊 队友们成功找到了他 随后使用绳子拉他们两人上来 队友在拉人的途中还在大声地跟他开玩笑 下一秒内的外星生物就从上面掉了下来 吉姆被吓得差点掉下去 好在囚犯抓住了他 外星生物已经苏醒开始向他们靠近 队友健壮立马向这个生物射击 可这玩意就像是后时的果冻一样打进去也没什么伤害 最恐怖的是这玩意竟然还能飞 立马就向队友伸出触手发起袭击 吉姆和囚犯总算是被拉了上来 他们掏枪全力扫射这怪物 可却起不到一点效果 这怪物的触手力量极大 转眼间便把两名队员直接掰断了 见情况不妙队长便下令撤退 他们按照原路返回可算是活着离开了这个洞穴 可出来之后却发现外面也是一片狼藉刚刚遭遇过袭击 他们找到了一台完好的运输车 于是便登上车辆准备快速地离开这里 刚出发没多久竟然发现有大批的外星生物跟了出来 队长一个飘移把另外一辆运输车撞了过去 可这些生物却还是毫发无伤地飞出来挡在了他们的前面 囚犯直接把脚踩到队长的油门上就要冲过去 这几十吨的车子碾到他们身上的效果极好 一瞬间便把他们压扁了 还没来得及高兴这些虫子竟然又活过来了 他们竟然拥有不死之身 转眼间又堵在了前进的道路上 正打算要再撞他们一次的时候 一辆飞机突然出现射出大量的导弹炸掉了他们 飞机的大口径机枪极其强悍把他们打得知水乱解 可这飞机驾驶员却智商不在线 低空飞行的时候发射火箭弹把自己给炸火了 好在他们也趁着这次火力援助成功逃了上来 进到建筑里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们进行了氧气等物资的补给 随后乘坐缆车向总部出发 这时候洞穴飞出来了更多的怪物 他们就像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一样非常执着 不久后到达了目的地 正想要联系其他预警赶紧撤退的时候 却发现没信号 因为这些怪物早就攻进了监狱 队长带着吉姆前去机库 而那名囚犯则独自前往控制室打开了牢门 队长和吉姆进入机库之后立马关上了大门 原来队长并没有打算救下其他人 因为飞机数量不够在不了多少人 可吉姆却始终不愿意抛弃他们 于是他俩就这样分道扬镳了 最后一的对象 最后一的对象 我们可以去金岩 我们不愿意抛弃他 寻找了个物件 去金岩 去金岩 岩 去金岩 去金岩 城市可